刚刚节目开始我们讨论到台中捷运 今天是这个动土 马总统在动土典礼上面 希望民进党的议员一起支持 那现在台中市长胡志强也打电话进来 希望对于整个终结的新建 包括民进党议员今天抗议的质疑 做一个说明 市长你好 好 主持人好 今天早上反对终结新建的声音 第一个当然质疑是酝酿的问题 财政的问题 这个部分市长您非常有信心吗 现在我跟诸位报告 今天早上反对最主要的原因 不是韵亮也不是台政 而是当时大家都希望地下化 结果做成高价 第二个原因 他们认为说找北捷来做不好 北捷记录不好 所以应该换人做 所以这是包商的问题 还有就是地下跟高价的问题 不要再去找北捷了 所以他们今天讲炸胡炸胡 那个胡变成胡志强的胡 炸变成其他人炸 所以市长您的意思是说 民进党的台中市议员就您的了解 也是赞成新建终结的吗 他们是赞成的 因为我们在议会通过的时候 几乎没有人反应 没有任何人反对 对 而且在议会已经通过两三次 两三次的提案 民进党的议员也都赞成 所以今天到现场的反对 并不是反对新建 他不是反对新建 他不是说不要捷运 但是你看他那个牌子就是说 那个 北捷的大弧线 为什么要终结来承担 终结要自己找别人做 最好改变 这个契约 这是主要的抗争 所以他们是延伸出其他的这个问题 不过市长 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 几位的来宾都认为说 终结 这个时候新建 可能会发生 跟高节 一样严重亏损的问题 包括酝酿 包括财政都有疑虑 我很抱歉 我谢谢各位好朋友的指教 但是因为我在上班 是别人打电话告诉我 我看的时候 你们已经停止讨论这个话题了 所以我有点哀怨 但是我想说明的就是说 目前的规划 我们要致富盈亏 就是营运部分的盈亏 要自己负责 那么营运部分 大概一年九亿 如果一个人都不做 我们就要负担九亿 那九亿在未来台中市的预算 让我把它摊开来讲 做最坏的打算 如果一年亏九亿 就是我们整个大概 院侠市一千亿预算当中的 两万分之一 那台北市现在一年 应该是一千三 还是一千四百亿的预算 我没详细的数字 它每一年贴大众运输 三十到四十亿 那么它是差不多五千分之一 拿来做捷运 全世界的大都市都对公众运输 要贴补 那我觉得万一一个人都不做 我要贴两万分之一 我觉得我在全力的增加运量 现在大家都说台中市人口 只有一百万 不要做捷运 可是我们一合并就是两百六十万 而现在的捷运服务的是四百万人 包括张化和南投 有一条线已经决定延到张化市了 那我也要报告一下 运量方面 台中市在我就任的时候 一个月只有四十万人坐公车 现在已经两百万人 就是花七年它会成长五倍 虽然有的人说 公车限不好啊 服务不好啊 做的人少 但是已经成长五倍了 然后我从现在开始到捷运 落成那一天 我按照捷运路线 每一年贴两亿 我现在坐免费公车 叫做TTJ 所以我想运量啊 大概不至于到 没有人做吧 没有人做 也该贴 然后让他慢 大概不至于再留止分啊 台中市的财务状况 要有一个人有担当 走出这一步了 捷运喊了二十年了 都是此平楼梯响 不见人下来 我想主持人当年在省府 二十年以前是省府在规划嘛 那我想这个跟政客的选举支票啊 也没什么真正的关系啦 好市长您等一下哦 这个台中人 也是台中人的光晴 对于台中捷运有一点问题 想要请教您 对市长您好 我是光晴哈 对 对我想请教你两个问题 是 一个就是说您刚在这个话语当中 感觉上要亏钱哈 因为做最坏打算 最坏的打算 对既然都要东贴西贴 而且要亏钱 是不是这个终结是没有那个 强烈的必要性哈 这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您刚也 这个简短提到的是说 这些台中市议员 他们抗议的焦点 其实集中在马英九的 马总统的部分也蛮多的哈 那如果以过去 马前市长 他在市长任内啊 所引发的这个炸弧线 到现在问题都没有解决 还有猫懒啊 其他等问题 你还放心由整个市府团队来 帮你们终结来催生吗 对 我想讲两点啊 王晴问得很好 第一点 我如果不贴补捷运 我还是要贴补公车 那永远大家停留在公车上面 不容易进步 那我贴公车的钱 可能也不止9亿 我现在一年也要贴到5亿了 未来会越贴越多 那台北市当然贴35、40亿 我们贴不到那么多 那贴20亿很可能啊 可是中央肯出500亿 帮我做捷运 我认为我应该往这个方向走 更何况不会没有人做嘛 我刚才说9亿是一个人都不做 一年营运成本9亿 那我当然不会去跟中央算投资成本 让我诚实讲 投资成本要回收 那是另外一回事情 我地方政府感激中央拨了500亿 我如果不做高价 他就不做 所以我没有办法 我是很无奈 我希望底下 第二点 你说 那现在好像这个公司 有些很多问题啦 不止一样啦 我何必还跟他做 那让我讲一句话 这个公司 也许有一条线没有做好 也许有两条线没有做好 不过他也有很多线做得很好啊 对不对 胡市长 你回避掉马总统这三个字 是不是有一些顾忌 你请胡市长评问马总统 问题我觉得 我现在又不是找马总统做 我也不是找马市长做 高捷赔不赔钱 工程方面有没有问题 那这也是这一批工程人员去做的嘛 高捷是BOT 投资者跟北捷不一样 台湾只有这一套人马 光芯说你何必去找他 他的意思说你何必去找马总统 我不是找马总统 我不是找马总统 我是找北捷 我不找北捷光芯请你告诉我 我要找谁 台湾没有别人可以找了 好 市长这个沈富雄 沈到了有问题要问 市长 富雄 市长你好 我请教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就是说台中市的人口 跟可能的宅运量 都会比高雄市少 那为什么你评估的 将来营运可能的亏损 要比高雄市不严重 为什么 我来报告医生 第一个台中市的人口 不会比高雄少 将来是260万人比高雄多 这是第一点 大台中 对 大台中 落成那天已经是院下市了 大台中260万人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我现在谈的不是投资亏损 对不起 因为我是地方 我只负责营运亏损 营运亏损 一年9亿 就是我为了营运 一定要付出这个钱 我只要卖票 我就少负担 亏损 现在的评估 各位朋友不要笑 是会赚钱的 现在交通部在做这个捷运以前 一定有Feedability Study 就是可行性研究 是会赚钱的 那我老实讲 看了半天 如果不赚钱 他才不会来给你做了 他的评估 是可以负担 赚一点点 那我用最悲观的想法说 一个人都不做 我苦撑 再拉人去做 总要有一个人做一个决定嘛 不然也许 也许 未来台中市会有人后悔说 哎呀 早该做的事不做 我知道 这一种事情 有人要负政治责任 那我负嘛 那 目前的评估 让我再讲一遍 是不亏损 刚才我的报告 是说 一个人都不做 营运成本我要负担 这个 一年9亿 所以市长 你也不相信交通部的评估说 不会亏损 会赚钱吗 这个话是你讲的 我没讲啦 我听起来你好像是这个意思 我的意思是 他评估 他请外面的公司做的评估 不会亏损 可是我心里要做最坏的打算 因为到时候亏损了 他不会来替我付钱吗 他做完了研究 甚至于我们的委托研究 经费拿走了以后 他说啊 没有预期中好 系列系列 那我要付钱啦 我必须做最坏的打算啦 所以我是很感激 各位对我的关心和指教 在座的几乎都是我的好朋友 那我是想提供一点资讯 让大家参考参考 市长我最后请拜托你件事 因为刚刚有个call in的男性观众打进来 就说在中节还没盖好 他是支持您盖中节的 中节还没盖好之前 您是不是可以把台中港路改善一下 因为我们每次回去都非常痛苦 有没有别的办法是说 先改善台中港路 因为很多人要上班上课 这是市民陈情喔 对 他是一起要改善的 台中港路我一再评估 车流量在尖峰时期啊 从我上任到现在成长六倍 吓死人 但是你要赚人家钱啊 台中港路就是百货公司啊 赚钱的地方啊 台中港路最塞不是上下班 如果你知道我们仔细的统计 我一直派人在那里看 最塞就是礼拜五晚上 礼拜六晚上 那怎么样改 我是希望 您要我改 我其实有一个办法 我要在台中市的外环道外面 盖一个转运站 所有的那个国道游览车啊 就是国道客运都不能进市区 只要人到了台中就在那个转运站 换公车进来 这样可以增加公车运量 将来都会有捷运从那里走 或者轻轨从那里走 就是说 你知道我每一天好像我算过 我现在讲不出来 大概超过千辆游览车 就是国道客运加游览车啦 再走台中港路 如果这一千步取掉的话 那台中港路就会好一点 可是我也坦白报告 交通的运输量越改善 车辆拥挤越多 就像停车位越增加 买车的人越多一样 这是一个很困难的 对于市政主持者的挑战 好了 还有没有反对的声音 反对 当然有权力反对啦各位 好 我们非常谢谢 市长 其实大家都是提醒说 这么一个重大的公共建设 可能有的一些后续的 包括财政上面的负担 我很感谢 好 我们非常谢谢这个胡市长的说明 谢谢